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勃 東京真的很好玩 在市區內玩個幾天不是問題 但行程的其中一天會不會想換個心情 離開這個大城市去看無敵海景 到Outlet寫拼 爬個小山 拜訪古城 參觀國寶 或是看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 本期影片鮑勃就來介紹從東京出發 約一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一日遊景點 那我們看下去吧 熱海市位於靖岡縣 人口約3萬人 雖然距離東京看起來沒有很近 但其從品川搭乘新幹線 只需要40分鐘就到了 兩天一夜悠哉的住溫泉旅館是很棒 但沒有時間的話 其實自駕有一日也很不錯喔 我們大概早上8點半來到熱海 車丹附近租個車 開個10分鐘內我們清靜點水 快速的看第一個景點 哈西里優 這裡與稻厚溫泉 油馬溫泉 列為日本三大股泉之一 最近約有1300年的歷史了 雖然這裡沒有辦法泡湯 但可以看到溫泉源頭 然後走到一旁的足湯 邊泡腳邊看海 離開哈西里優大概9點半 開車10分鐘我們來到MOA美術館 剛好趕上開館時間 這裡是一個收藏眾多歷史文物的美術館 雕刻 書法 日本傳統畫作應有盡有 美術館本身是由世界知名建築事務所 新素材研究所 操刀設計 特色是充分利用美麗的光照 讓作品表現出美感 從空間感十足的室內看出外面可以看到美麗的大海 從室外觀賞建築本身也很棒 另外連接的入口到美術館的200公尺電幅梯 以及電幅梯到底的直徑20公尺的萬華筒Project Mapping 也是不可錯過的精彩藝術品 在這裡還有點時間的話 可以去日式庭園散步 離開美術館大概11點半左右 我們開車不到10分鐘 到達萊公神社 這裡是熱海最知名的神社之一 大約有1300年的歷史 這裡是求福祈禱好命的神社 另外繞著高26公尺 周長24公尺 超過2000年樹齡的大張樹 走一圈可以延年益壽 現在時間大概12點半 中餐時間到囉 開車15分鐘內來到熱海的名店 熱海布丁食堂 這家不只有賣布丁也有正餐 正餐也是用布丁的重要食材 雞蛋所做的歐姆蛋 且好這個實在的蛋黃 會不會已經讓你開始食肢大動了呢 起司歐姆蛋 咖哩起司歐姆蛋 奶油明太子歐姆蛋都讚讚的 當然甜點布丁也很好吃 看看真的有夠實在 然後賣相也很好 適合IG打卡 對了 家店的戚封蛋糕也不錯 難怪放假日永遠都有大派長龍 慢慢吃完中餐 現在時間將近兩點 我們開車5分鐘左右來到了IG打卡殿堂 Akao Herb and Rose Garden 是一個有20萬平方公尺的花園 但園區最有名的就是世界知名設計師魏延武所設計的 Coreda House 咖啡店本身的設計就像是一棵樹一樣 然後四面都是用玻璃為主 坐在室內或室外吃個茶點 看看海放空一下吧 提到海 就不得不提一下花園內配上無敵海景的打卡設施 幫你可以拍一個下午 離開花園現在下午5點 不泡泡溫泉應該對不起自己吧 我們開車5分鐘來到Ocean Spa Fua 因為鮑勃取材的時間是冬天 所以天色已經暗了 但如果也是春天或秋天的時候來 現在正好是太陽下山的時間 在25公尺長的入天風呂 邊看海邊泡溫泉 順便看日落 到了晚上的時候看著月亮更是浪漫 館內也有很多提供休憩的場所 晚餐就直接在這邊的餐廳享用吧 我們的熱海日遊 也就這樣順利結束囉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以及加入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吻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